年喜攻略自开播以来热度一直居高不下,天天上微博热搜,魏龙CP,妇婴CP,大嘴侯夫妇,剧中各种人物都自带热点,无论是江后的高贵妃,还是玄良淑惠的先皇后,或者是柔里藏刀的纯贵妃,每个妃嫔都各具特色,除了皇帝身为江后宫晚花丛中的一点绿,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乾隆身边的太剑, 李玉公公了,呆忙的李公公凭借自身美丽也吸引了一波公本,除了李公公,古装剧中还有哪些公公让你记忆犹新,最后一个你绝对想不到,能以延续攻略,李玉纵使乾隆皇帝身边的嫔妃换了一个又一个,李公公却一直默默守护在皇帝身边,李公公大概是剧中最大的一个条位记了,纯绿色无污染无公害, 他圆滚滚的身体,绕糊糊的脸蛋,十分讨喜,每次皇帝一不开心,就会出现李公公被皇帝踢屁股的场面,让人惹着不惊,再加上小眼神里诠释戏,李公公吸引了一大波的公本,每次看延写攻略的时候,都可以看到弹幕中一大波刷李公公的, 看来李公公的人气不输给任何一个妃嫔啊,No 2龙门飞甲,宇化田,在大家的认知里,公公一定都是过于阴柔女气的,而能将公公演绎的如此柔美,妖儿不俗,大概只有陈坤了,陈坤在龙门飞甲里饰演的宇化田面容俊美, 京城角色,七分妖孽,三分仙气,与公公一出场就秒杀众生,被大家戏称为惨话大人,只是这样一个有野心的人却是一个公公不由的让人觉得可惜,No 3天下第一,曹正纯,天下第一是一部很经典的武侠剧,那时候霍建华被研究在线,叶璇还是美貌惊人,而登朝还没有现在这么出名, 里面每个人都是武林高手,甚至连其中的台阶都是绝顶高手,曹公公本人就是武功最高强的公公,不输给任何一个武林人士,因为自小进宫,修炼的又是童子公,所以曹公公的武功境界极高,简直独孤求败,虽然曹公公是剧中大反弹,但其实也是个被父亲近身,亲手送进宫的可怜人, 门死新龙门客栈,曹少青,一直以来真子丹都是以阴汉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,谁能想到他曾经在新龙门客栈,里串眼或曹公公,这是真子丹早年的作品了,不知道是不是每个管理东厂的公公,都有一颗串位蒙全的野心,曹公公也不例外,难横嚣张,大气策露,杀起人来也是心狠手烂, 本来真子丹眼曹公公只是有情客串而已,加上白黎透红的妆容加成,反而让更多的人记住了他,弄武功锁株连,苏培胜,要说最会卖萌的公公是谁,那一定是功锁株连里包贝而演的苏公公了, 一直以来包贝而演的角色一直都是憨傻的形象,而在宫锁株连里他一反常态,将大太监嚣张白虎,杖势欺人的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,对着皇帝背弓屈膝,对着其他太监们横行霸道, 包贝而演出了一个太监的两面派,捧高采低,而他在剧中时常口吐进去,堪称宫廷版这场达人,能容少年大清差,许安,老干部近东大气晚成, 这两年好作品不断,无论是在欢乐奏里还是伪装者中,他都一副经营模样,有没有想到现在的老干部,曾经也饰演过公公角色, 大家一定很难想象,锦东扮演公公的模样吧,年轻的锦东散发着公子如玉的气质, 他在少年大清差中饰演的徐安,为了报仇进宫当太监,即便是现在砍,还是要敢砍, 怎么能有这么帅的太监,能稀至尊红颜,钱小多,身为皇帝和妃子们身边人, 每个宫女和公公都要时刻小心谨慎,一不小心就一命呜呼了, 年喜攻略中的名誉就被纯飞扎了银针,时刻饱受痛苦,而让觉得最惨的公公,一定是至尊红颜中的小多了, 曾经和五妹娘,学盈盈一同长大,为了主子近身进宫, 最后却被曾经的好友盈盈钻器,断手又断脚,还被折磨得生不如死, 最后凄惨离世,这一定是很多人童年的阴影, 大概没有哪个公公比小多更惨了, 楼巴秀春刀,招敬州,别看聂远,迎喜攻略,终是演了皇帝,傲娇富黑, 一不开心就欺负李公公,踢李公公的屁股, 曾经聂远也演过公公, 他在秀春刀出演新任东场场都招敬州, 和以往阴柔妖娇的公公们相比, 孽远多了一分冷峻和孤傲, 大概是见过的最难忍,最严谋的公公了, 看来皇上出演公公,也是和别人与众不同, 最喜欢的还是当年天下第一的曹正成曹公公, 这些电视剧中的公公,你最喜欢哪一个? 每部古装剧一定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公公, 除了他们,你还记得哪个公公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